感谢全国观众热烈支持 请你跟我这样过 周知律破全国纪录 永多晚间八点档 综合娱乐类节目 收视冠军 有您的支持 让我们做出更优质的节目 女性亲子健康节目第一品牌 终于到中午晚间八点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对于压力这件事情 在有饮食上可以提供一些食物 我们来参考一下 因为其实你知道在压力这件事情 第一个你的糖类要足够 因为你糖类不足够 你的血糖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其实是会情绪是不好的 如果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相对就会刺激我们人体血精素的分泌 所以就是说 像南瓜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原因 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 是因为它含有钙质 它其实是一个对于钙吸收含量 很高的一个蔬菜 主食类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它对于含钙 也可以镇定我们的状态 那另外在鱼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这个鱼的部分 它的鱼油可以提供 就是在我们压力的状况 它比较不沮丧 就是沮丧这件事情 那另外在红茶是因为 如果同样都是咖啡因的这些食物里头 咖啡会让你会更就是影响到 胶感神经和副胶感神经 那红茶呢它虽然会 可是它有一个好处 它是可以让你在这个时候 是比较快可以恢复 从紧张里头很比较快地恢复 有分西兰的阿萨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看 我看你小姐 我看你小姐了 因为我是A型人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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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分西兰的 你看吧 你是A型脱脸的吧 你怎么知道 没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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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因为它都是红茶系列 因为其实有一个实验它是在做 就是如果你一天连续喝 一天每天都喝四杯的红茶 连续喝六个礼拜之后 就是相对你去看这个 跟一个喝这个对照主的人 他们一起去比 就是喝红茶的那一群人 他们的咳体松 就是抗压的那个荷尔蒙 其实是比较低的 就是相对 它产生那个压力的状况 是会比较低的 对 所以就会建议就是 我们可以喝一点红茶 下午来一点红茶 其实对于压力 是一个舒缓的状态 对 蛮好的 这个要记起来 很多A型的人 如果说比如说你有在工作 会有一些烦心的事情 对 很容易失眠 对 A型是这样 所以每天我都有吃三样 一个是鱼油 一个是红茶 一个是坚果 因为不能喝绿茶 有用吗 你看我现在很开心 不是吗 但坚果也要吃一样 对 只有特别小小的一把 不能一直这样吃 对 那再来就是坡菜 因为最主要 它含的维他命C含量 也算高的一种蔬菜 那因为其实 这个抗压荷尔蒙可体松 它在恢复的状态之下 其实是需要维他命C的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个 这个不错的一个 维他命C含量的青菜 那坚果类其实 它最主要是有铁 那铁跟钙的组合 其实就是让你的情绪是稳定的 那当然就是也像Vicky姐说 我们就是这个坚果类要适量 或者你吃了太多 你最后还是会胖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有一个 像奇异果也很好 因为它Vicky 对 就有坚果类 对 奇异果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食物 黄色的比较好吃 比较甜 对 比较甜 对 而且它的能量比较够 对 不过文华 这样听下来好像A型好像都要吃素 对啊 是不是真的就是 什么浓木是不是 对 A型的是比较适合吃素 A型的我把它比喻成斑马型 斑马 吃素的 那O型的是比喻成老虎型 你看其实它在 吃肉的 它在个性 它O型的老虎 所以你看这个斑马跟老虎 它们的饮食跟个性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老虎是爆发性的 OK 那它的老虎型的O型 就是吃肉会比较 OK 那A型 A型就是吃素适合 对 那A型的要吃肉的话呢 我是建议 先吃肉再吃其他东西 那为什么 先吃肉再吃菜 对 因为A型的人 他的胃酸是比较的 的确是比较低的 那低的胃酸的人 也不只A啦 如果是其他血型有这个问题的话 都要先吃肉 因为你的胃酸不够嘛 你要先把肉吃下来 去分解这个蛋白质 如果你把肉放到最后再吃 你那时候胃酸 你不晓得跑去哪里了 不是 是这样子 然後衍生的后遗症是什么 消化不良 那就是消化不良 吃蛋白质容易消化不良 OK 好 营养师你的建议呢 就是如果说 它们比较不适合吃肉的话 我们可以从蛋白质里头 可以从黄豆类的部分去补充 OK 所以你这个就是豆腐 对 就是一般的板豆腐 我们去稍微让它煎一下 或是烤一下 因为比较定型 对 然后再之后呢 就是我的酱是用那个 是味噌吗 对 我要等这样 然后加一点姜 然后加味淋 然后就是下去烤它这样子 了解 好 所以这个呢 对A型的朋友做一个建议 好不好 对方你的疾病 好 那除了A型以外 再来第二个血型 这人口数好像也不少 对 就是B型 B型 来 请问现场 B型的情取牌 Vicky B型了 五位 上面两位 还有营养师也是B型 营养师也是B型 对 B型我们看一下 到底容易罹患什么疾病 好 我们来看看B型是 中耳炎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还有疮痕 太难了 感觉很严重 感觉很严重 太难了 从未溃痒到这个疮痕 心血管疾病 跟心脏病 差不到哪去感觉 有可能 其实B型 刚才我们探讨 其实B型是从农牧 农耕一直到这个所谓放牧 游牧 开始有养 加禽加醋 所以会有鸡蛋 有牛奶 可以吃 所以B型实在这几个血型 在现在研究里面 他们是唯一比较适合乳制品的 对 我有听说 真的喔 油肉乳 乳牛奶 起司 像我家也很好玩 我家有三个小朋友很好玩 真的 特别喜欢喝牛奶 那个就是B型 对 因为我们家也是 对 那只是说现在我得到的资料是说 他们在像糖尿病是因为 可能有几个东西 就像肌肉 他们发现B型的人 肌肉的蛋白质是比较 会造成一些困扰 还有一个像一些 对 坚果类 种子类 我都很爱 他们不适合吃坚果啊 跟一些扁痘类 就扁痘 有几种 他们像目前是有做过研究说 这几个比较容易造成 类似像 那个 对 对 所以就可能造成一些异常的发炎 这些 了解 那Ansel妈 我的家人里面是有中间两样 那两样 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 那他们的饮食是怎么吃法 饮食喔 像 我们 因为我奶奶很多肉不吃啊 像牛肉什么不吃 可是她就很喜欢就是 买一些鸡肉的东西 不适合是不是 对 因为有民族啊 比较适合吃牛羊肉 对 在演化的这个历史里面 对 所以如果是 他们这种B型多吃四条腿的 身体不会 比较不会有状况 对 相对来讲 对 鲸鱼妈刚刚突然说 难怪 对 因为我在想 我儿子是B型的 那他都不吃肉 所以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有中耳炎吗 因为他有过 你儿子应该是A型的吧 不是 他真的是B型的 那他有中耳炎的那个问题 但是他不爱吃肉 好几次了吗 中耳炎 大概两次 他现在才四岁 他喝牛奶吗 他只喝那种调味乳 中耳炎有80%以上是牛奶过敏 真的 尤其小孩子的中耳炎 80%还有点低估了 就是大部分中耳炎 你把他的奶制品停掉以后 他一个礼拜就好了 那Vicky你会爱喝牛奶吗 你B型 我还好 可是我有Google过 我就其实就更不敢喝了 因为我听说就是 B型的人是最适合乳製品的 然后也是很容易 有些人会很爱喝乳製品 可是会容易有乳癌产生 真的假的 所以AB型在历史上很多的名人 是啊 瑪莉莲夢露啊 就是 就是甘奶滴走走 甘奶滴走走 有没有 還有我啊 你才所整的 我就在等她讲这一句 你真的自我感觉良好 對